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载里的老大都是一子当头以胡百应的角色 他也因为角色的加持奠定了香港影坛大哥的地位 还因为大头在拿下台湾电影《金马奖影帝》 其实他出身低威 一出身就被父母送人 跟养父改姓万 虽然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 但初中时养父兵士 家庭困难 他早早出来谋生 机缘巧合下考进立德电视台艺员培训班 当上演员的他走上事业快车道 短短几年就崭露头角 之后他被TVB老板邵义夫赏识 在电视圈中如鱼得水 是香港90年代傲视群雄的大哥 重情重义的他也慧言失诛 提拔了周星驰 张卫健 林家栋等艺人 尤其是周星驰还在跑龙套时 无意间看中了万子良一眼 万子良说 咦 你很有天赋哟 于是万子良不仅在周星驰最落魄的时候 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 还把他推荐给了导演李修显 之后又理要他出演 他来自江湖 还天天带着他去片场 宠溺的叫他弟弟 甚至跟田妞结婚时都要他当板狼 其实田妞之前 万子良跟邓翠文也有过一段感情 1985年由于无虎生了判新 肇事之号挖万子良 并立马为他筹备了一部电视剧 《薛仁贵争东》 TVB不知道的是 万子良和刘德华其实是好兄弟 当雪藏之后刘德华进军歌坛时 万子良是唯一一个支持他的 这一年的TVB似乎流年不利 前有五虎要跳槽 后有温美龄在家中打开了煤气发 尿缺了余声 薛仁贵争东 原定的女仪就只好 由19岁的新人邓翠文接替 邓翠文也因此剧一炮而哄 加上TVB的运作 刚刚出道的邓翠文 就被冠上了小温美龄的名头 同时她还俘获了万子良的朵巴胺 事业爱情双丰收 邓翠文开始耍大牌 在剧组她总是最后一个道 让一众同事在片场等上半个小时 十分任性的她 每次都是用一句 毫无诚意的不好意思啦 堵上众人的悠悠之口 可同事们都不是好者的 为此同事们还在背后给了她 起了一个外号 邓丽池 但邓翠文作惊之路 还远不止于此 每当家人过生日时 她总是要万子良推掉工作 帮其家人举办生日会 还有邓翠文曾在剧组 当着同事的面 一直拉着万子良叫老爸 周围都是同事 一时之间 让万子良下不来台 直接拗头回家了 邓翠文也许是有点作 但万子良对她也是真爱 在热恋期 初中文凭的万子良 还学着给邓翠文写起了情书 甚至有一次逛街时 万子良不小心将邓翠文惹生气了 为了平息她的怒火 万子良还当众跪下来道歉 有了爱情的滋养 事业的高潮也顺水而来 1986年TVB开拍《流氓大亨》 工作处于空潮期的万子良 自然就成了不外人选 自带江湖气息的万子良 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警察角色 再加上吴启华的精彩配合 流氓大亨不仅获爆了香港 他甚至被奉为了经典 成为了内地了解港警的主要途径 电视剧火了 吴启华成为了人人唾弃的坏蛋 万子良则是人人称赞的大好人 同年 由于周润发的英雄本色 大麦香港的影坛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进入英雄片爆发期 万子良这个大好人也难逃命运 1987年 30岁的他与周润发 刘德华主演了江湖情 虽然与大影帝同台PK 但他饰演的阿友张弛强度 其中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周润发 江湖情大麦 黄太来立刻就将英雄好汉提上了日程 万子良也彻底将自己刚刚树立好的 好人形象统统推倒 成为了教科书级别的流氓 人红的资源自然接踵而至 1988年万子良的事业进入了井喷期 虽然比起刘德华的刘18差了点 但他也上映了九部电影 多部电视剧 同年30岁的甜妞 也因四岁女儿的一句 你当初结婚时干嘛不问我 我可以不需要爸爸 从万里之外的印尼逃回了香港 这也让作为老乡的蔡阳明激动不已 虽然甜妞吸引多年 但他影后的余威还在 在加恩师张彻的推荐 蔡阳明就奔着肥水不溜 外人田的原则 将甜妞拉到了大哥大的剧组 出演女一号 而男一号正是万子良 二人的相遇 留给顿翠文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日夜相处 万子良渐渐的也就清楚了甜妞的遭遇 再加上顿翠文的任性 万子良就英雄气概上头 有了一种想要保护甜妞一身的冲动 但是这份真情实感 万子良在电影里也是火力全开 由于用力过猛 一不小心就让万子良将成功 金马影帝报回了家 事业顺风 爱情自然也要顺心 独立的顿翠文 由于不满万子良的宠爱 向万子良提出了分手 求之不得的万子良自然欣然同意了 之后邓翠文跑去了国外 上起了大学 邓翠文离开了 万子良也就不用偷偷摸摸的 关系甜妞了 直接对其发动了爱情的攻势 同一时间万子良参演的 《望角卡门》也上映了 他因出演黑帮头目 Tony获得金像将最佳男配角提名 演技开了俏的万子良 从那以后就再次转型 也彻底的沦为了黑社会大哥 专业户电影行业 混得风生水起 本职工作也不能忘 1989年TVB又给万子良 安排了一部电视剧 他来自江湖 万子良第一时间想到了 之前合作捕风汉子的 死跑龙套周星驰 当然有这机会 自然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女友 甜妞在其中拿到了一个 女医的角色 当时的周星驰 已经跑了七八年的龙套 虽然主演没有演几次 但他的想法却很多 总是围着导演讨论演技 可惜人为言轻 但这一切都被万子良 这位大哥看在眼里 每当周星驰受挫之后 万子良总是鼓励他坚持 多去尝试 每当周星驰沾沾自喜时 他又会在一旁泼冷水 指出他的不足 把周星驰当弟弟看待的万子良 还时常用自己的车 把他烧回家 直到周星驰拮据 万子良还坚持请他吃夜宵 改善生活 就连周星驰 逆风翻盘的霹雳先锋 都是万子良替他撑腰去谈的 这才有了之后的星爷 小低拿奖 自己也不能落后 1990年 33岁的万子良 进入了罢评模式 竟电影就拍了11部 其中的兄弟珍重 更是让他再次获得了影帝的提名 腰包鼓了 想给甜妞一家的梦想 就提上了日程 1992年 35岁的万子良甚至不顾 双方父母的反对 决定将二婚单身妈妈 甜妞娶回家中 当红一哥结婚 老板少爷夫岂能缺席 85岁的他甚至做起了证婚人 周星驰当伴郎 TVB还专门做了一个叫 万子千侯细迎亲的婚礼直播 梅艳芳 张卫健 任达华等明星 纷纷出席 在婚礼上 万子良当众向甜妞许下誓言 从此往后 我们三个人一条命 婚后万子良转行 一居广州今生 巅峰时服装连锁开了60多家 却因为各种原因 最后亏损严重 他和甜妞的婚姻 也仅仅维持了4年 就因性格不合和 聚少离多而分开 他和甜妞结婚那一年 正是周星驰腾飞的一年 离婚那一年 周星驰已经成为了姓爷 在开拍喜剧之王时 周星驰任念着他的万子哥 力邀他出演片中的男二号 结果 剧组临时改形成 让特意从广州赶到香港的万子良 扑了个空 虽然没有当场发脾气 但他和周星驰的关系 有了姐弟 后来 这个角色变成了吴梦达 而周星驰也不忘在片尾特意留下 特别鸣谢万子良先生 算是给这位大哥最后的尊重 万子良也无心恋战 1999年 他在飞机上认识了空姐 郭明黎 对方是他的粉丝 比他小16岁 但对他敬爱有加 2002年 两人凤子成婚 为了让母亲圆了暴孙梦 他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还跪着向母亲磕头侦查 但万母还没能撑到暴孙子出生 就嫁和习去 成了万子良一个巨大的遗憾 跟郭明黎的儿子出生后 万子良给他取名大千 意思是大千世界 大地任闯荡 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太太和儿子 万母生前患糖尿病 多年来万子良为他可谓散尽家财 但2013年 万子良自己也确诊了高血压和糖尿病 今年后他的病情加重 又患上了痛风 导致身材走性 几乎胖得忍不出 为了治病 他一度回归影坛 出演了几部作品 可惜水花不大 频频皆上演 又因流氓大亨的作派 毁欲参半 今年7月 他一度在台上 体力不支 探倒在地 主持人见状 连忙冲过去搀扶他起来 但他的大哥气场还在 今年他公开收土地 让土地跪地侦查 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的他 用茶水浇土地脑袋 用厚厚的钞票砸土地脑袋 这个仪式曝光后 不少人质疑 他事后解释 把水浇在土地头上的含义 是让土地无论什么时候 一定要保持冷静 不要误入迷途 用钱砸土地的脑袋 是提起土地 未来做事有可为 有可不为 不要被金钱迷失了双眼 撞昏了头脑 如果说收土一世是传统 那手干女儿就有点迷惑了 之前有网友曝光万子良 手干女儿的现场视频 只见他穿着黑色衬衫 和条纹长裤 竖着大背头 一副大哥风范 指着自己的脸颊 对黑群女孩说 请干爹一下 女孩听完后主动配合 贴身亲吻她的面颊 谁知她并不满意 就没说 怎么听得这么假 女孩急忙跑上去 又亲吻了一下她的脸 她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最近64岁的万子良 又被拍到跟圈外朋友 一劫惊懒 两人在重阳姐 携手来到墓地 万子良紧握身旁 中年男子的手 大声说道 我真是在贵哥的太公面前 与贵哥做结拜兄弟 接下来她还当众跪下 叩拜对方的祖先 并表示两人凑精 以后以兄弟相称 又爆料称这位贵哥 是深圳本地的亿万富豪 她还跟网红拍段子 准备做导演拍网剧 不少网友担心她身体吃不消 她又在隔离室挽起裤腿 拿起拖把在酒店房间里 拖地拖到一半 又唱起走进新时代 莫了还不忘澄清 自己去世的谣言 我今年64岁 我很好很健康 我还要为我们中国人办事 办好事办实事 真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啊 那就祝她身体健康吧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